大家好,我是WalkinFish 今天是我們APP競選第六集 今天我們來介紹的程式 叫做AppSales AppSales是一款 可以告訴你目前 可以商店有哪些APP 正處於免費 或者是有打折的 狀態的一個程式 這款程式點開就有金品促銷 最近超收集目前免費 還有願望清單的四個選項 新品促銷就會告訴你 一些 賣錢比較多人 把它加到願望清單 然後評分較高下載較多的 有打折的應用程式 然後 最近超收呢 他會告訴你 就是有哪些 程式是 離現在最近 進行促銷 進行特價或者是免費的 然後 目前免費 目前免費就是 目前在Play商店中 有哪些APP 是處於 完全完全免費的狀態 而 Play商店大家應該可以知道 就是 當你曾經下載一次 即使它是免費的 你在曾經下載 你便可以用 那個程式 即使你進行完裝 只要你曾經下載過一次 那個程式 便可以永遠擁有它 所以這個程式呢 嗯 便可以讓你 像 我現在先點這個 點了這個程式之後呢 我進行下載 它定價是190 我只要安裝過一次之後 把它下載 安裝完一次 之後 即使我把它解除安裝 我也可以永遠的獲得這個程式 這便是這個程式的功能 OK 接下來便是 最後一個選項 用網清單 那網清單呢 它就是 可以將一些 像 這裡有一些程式 可是我現在還沒辦法下載 那我可以先點進來之後 我先把它加到 清單裡面去 然後呢 等我需要的時候 就是講 因為我現在 像是連 連 那個 不是連Wi-Fi嗎 所以我現在不下載 我現在先點開 然後加到清單裡面 之後 回到家 點了Wi-Fi 再用 用清單 點下去 便可以 登裝 這個程式 欸 真的挺不樂 Primony OK 接下來是 它旁邊的 再一些功能 像它旁邊這條 三條槓槓 點下去之後 可以看到 願望清... 願望清單圖表 便可以看到 哪些東西 它就是 它最近加了多少的願望清單 上去 像Minecraft 還有 設定 以及聯絡 我們之類的 然後 它智能是可以進行一些 筛選過濾之類的 好像最低折克要多少 最低折克要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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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低於的就 會把他卡掉 再來就是他可以通知 他可以對你進行通知 就是當如果有新的東西出來的時候 他會在你的上方狀態這邊 他會給你一條通知 告訴你現在什麼東西正處於免費的狀態 接下來是更多程式 更多程式的話反約告訴你 他自己在公司他出了哪些鬼東西 再來就是聯絡 這個應該是不用講的吧 就是有BUG的時候可以回報 評分 自然就看你的心情如何了 當然這個程式呢 他的免費算說有點 有點水啦 因為大部分都是Icon 都是Icon Pack 大多數啦 最後有時候他會有一些 會有一些程式或者是遊戲 他會變成免費的 要不然其實大多數都是Icon Pack 所以說實在其實有點水啦 但是 就 至於好不好用就見仁見智啦 OK 今天實況就到這邊結束了 如果喜歡影片的影片下方 您喜歡幫別人按訂閱 OK Take it See you guys